三城樹洞 一句講完就是宣揚精神健康的平台 是管科生組成的Facebook平台 背後有中大的Counselor去支援我們 用Google Form收一些匿名的投稿 一定會回覆所有的投稿 有感情、社交、當然也有學業前路等等的問題 我們會用一個真誠同感尊重 亦是You Buddies的理念 用這個理念去服他 有四個步驟 第一就是要回應他的情緒 第二個步驟就是找出他的需求 第三個步驟就是投稿者的強項 第四個就是給他一些希望 我們六位同學在樹洞裡 首先擔當前輩的角色 在核心團隊裡 Jack、Money和Karen 主要是負責整個團隊大方向的營運 Leo和Steven主要是 參與後輩的栽培和訓練 我就比較參與在原創的投稿 一開始我就會覺得 我要回覆這些投稿的時候 其實是要用很多時間的 因為我很嘗試去代入去理解當事人 所以樓樓會不會去做三個 接人一個小時才一個姿勢 但是慢慢你就會賤 就會覺得大家的情況都是差不多的 經歷了一次之後 其實你下一次再有類似的姿勢 你就不需要再那麼多時間 我想最深刻的應該是 我做了前輩 然後要開始大後輩這個時候 我的角色會覺得我夾在一個 投稿人和後輩中間 當我迷惘的時候 我會想回當初 如何加入You Buddies 或者我們樹洞的理念 本身就是很希望可以 盡量地回應到投稿者的需要 所以我也會選擇 事先和我的後輩說聲 我會比較有嚴格 因為我希望盡量地回應到投稿者的需要 同學的投稿都跟自己的情況有些類近 或者是我也曾經經歷過的 在回復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 復帝越多的姿勢就會開始 好像跟一些人在互相交流 互相溝通 好像在認識一個新朋友 感覺到其他人對自己努力 付出有肯定 和對自己有所期待的時候 都會令我更加希望在這個團體 更加努力地去分享和做好我自己 前一陣子樹洞有分享到一個 講到精神病不是容易定義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觸碰到 我自己對於精神健康的想法 輔導或者精神健康的支援 不是很專業的事 其實你也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更多 有朋友不開心 你就聆聽 聆聽已經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這樣我們才可以做到一個關愛 關愛是每一個人的事 精神健康也是每一個人的事 希望您 Santiago 我們再次為了一些社交媒體 那一段時間 我們會再見 我們這邊 我們會再見 我們會再見